HELLO,大家好,我是BINA,又到了美洲晒下男人化妆包的时间了 今天我想要男人坐在我身边了,就是长发的美女,然后洗洗衣服,亲爱的男嘉宾也要洗衣服 Hello,大家好,我是Paris,今天很有幸来到金晶的美妆课堂 今天有什么想要揭秘的东西吗? 今天就是你的化妆包当然是为主,我们一会儿接来要讲 但是呢,在正式的家里面包单子之前,都想先问一下,你平时的皮肤类型,还有说喜欢的妆容类型是什么样子的? 我的皮肤类型应该算是混合型的,就是七次不为单,比女生一样就会很较油 然后呢,这个脸颊会干,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嘴周围会干 然后呢,我喜欢的妆类型,因为就是平时上班嘛,我是裸妆这个为主的 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可以这么分开看,就是我的从鼻子上面部分是可以算裸妆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口红的部分就越缤纷越好 对,强调唇物的妆容 对,强调唇物的妆容 嗯,喜欢明亮,今天就是涂了一款橘色的,非常亮的橘色的唇膏 嗯,那如果你也是混合性的皮肤,然后也喜欢强调唇物的那个妆容的话 然后就记得好好看我们的直播,然后关注一下那个Paris护刷包里的单品哦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护刷包里的单品一定要拿出来教给大家,稍等一下 诶,我可不可以放点音乐? 可以啊,可以啊,大家想听什么音乐? 那我这里有英文歌 英文歌 对,英文歌 就是选项A是英文的,选项B还是英文的 所以,那我挑一个,我挑一个快笔的歌 来点,来点范围的 阳光下午的感觉,好吧 哇,果然好多唇膏啊 果然是唇膏控 对,好多唇膏 这首歌是怎么样? 你喜欢吗? 好明月啊,我觉得可以吧 可以吗? 好明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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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就想问,这化妆包感觉特别的少女 这是什么牌子啊? 这个化妆包是我的一个闺蜜送我的 然后她呢,说这个是什么限量版 叫做Jill Store 她家的化妆包还有那个产品都特别的少女 然后用完妆就觉得挺像小公主一样 这个化妆包就很少女 其实跟我这个化妆品也不搭吧 好明月啊 她真的都是黑色系的 那我们接下来是用正题吧 然后一样一样介绍你的好用的美妆单减 那我先从我化妆的副头说吧 好呀好呀 那你是先 首先肯定有个镜子 这镜子也特可爱 Hello Katie Hello Katie 然后呢 我通常先除了乳液以外 涂完那个保湿的水 然后再涂乳液 然后我就不涂霜了 然后呢,因为我不涂霜的原因 因为我会用一个神器叫做妆前乳 嗯 因为这个妆前乳呢特别重要 它可以用你的粉 就是能更自然的接上 然后也不容易晕掉 也不容易结块 嗯 这个就是品牌可以讲的吧 可以讲了一样 无意料不大家 妆前乳 因为我觉得在清湖都是这种 比较干燥的一些季节 妆前乳真的是一定要用 对 可能是如果你直接上底妆的话 可能妆容很容易就 那个浮在脸上 然后就不贴妆 对 所以说这个妆前乳 应该一定要用的 而且妆前乳它有一个作能 就是它除了化妆前可以用以外 比如说你的妆已经定型之后 嗯 然后呢可能走了一天了 然后觉得比如说嘴角里面干了一点 嘴角里面干了一点 直接拧一点点出来 然后给它弄很薄很薄的 嗯 轻轻地拍上去 其实我在 其实我在节目之前 我就感觉这个又美干 我就轻轻拍上去 然后拍完之后呢 它可能会跟别的颜色不一样 跟周边的颜色不一样 那还有一个办法 就涂完之后呢 拿这个 我会用这个包丁包的干粉 然后呢轻轻的 来再调一下颜色 对 就今天一粘它就不会那么跟别的就不一样 对 就是个小窍门 这妆的话 一定不要直接用粉 然后可能会比较干 还是很贴 对 就是之前会用一下妆前乳 但是妆前乳我想问一下 你说你是神器 那它平时到底合用在哪呢 但是其他妆前乳有什么区别 它是特别保湿吗 它是特别保湿吗 它是特别爱它 嗯 因为它呢是没有矿物油的 这个很重要 因为有矿物油的它会补你的毛孔 然后它没有矿物油 而且呢它的颜色合适 对 有的那种颜色也不对嘛 它就这样颜色可能跟我的肤色正好 就是比较贴的 然后脱完之后 有的时候可能买的土粉 我就这么就出去了 其实我觉得它的功效太多了 对自己的皮肤转也比较自信 那它颜色其实是只有第一款选择吗 还是它的色很好的选择 我是只买这一款 我没有见过其他 还真是好 它也没有什么鞋色好 但是就是这个 就是敏良品的敏感肌用 敏感肌用当前乳 我也想到你家的有那种 比如专门给敏感肌使用的那个水乳 那个我有用 真的感觉 我那个有用 对 虽然它没有特别多滋润的效果 但它真的是过敏的时候我都敢用 因为水要温和 所以说的 敏感肌经常爱过敏的妹子也可以去试试 然后这款妆天主我觉得也不错 对 那接下来 然后呢妆天主就完了 对 下一步 要做一个简单的妆 早上不是十分钟可以完整的妆容 我们今天讲的就十分钟 这个 这个叫IOP的 这个也不容易 有多说的 大家都会用的一款妆 那这个要讲一下什么呢 要谢谢我的闺女 也是我的闺女送我的 她很可爱 她很可爱 她在去哪里都会给我带一个 你闺女能不能介绍给我认识 所以这样的妆好朋友多介绍 对对对对对对 我也想要 那化妆包啊什么气件之类的 然后他们 这里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这个 就是涂这个 气垫鱼的时候 就有些妹子是这样子 她是那个拍的 有的是直接擦的 到底是拍还是擦的 我觉得拍比较合适 擦低的话 因为她本来就比较轻薄 然后如果你擦的时候 其实她本来这条效果 就已经很低了 然后你再擦的时候 它就会更破坏 那个粉底的那个 就是分子 它就会让那个 这条效果更低 而且你如果按压的方式 她妆也会更贴一点 因为摘气垫 它的水润度都比较高 那本身它的遮瑕 还有脱妆 脂妆效果 都不如粉底那么好 所以说如果你还是用 那种蹭的方式 可能就不如按压的 脂妆效果好 比如说我建议妹子 像我自己也是平常 我都会用很拍的方式 有的时候比较轻薄的气垫的话 为了她达到更好 这条效果我可能会拍两次 我先简单的拍一遍全面 然后我再拍一遍 还有的时候 可能我就不用遮瑕 然后我直接这个遮瑕度 就已经够了 所以说我建议她用拍的方式 拍的方式 肌肉吗 美子们要拍的哦 因为我其实我也是拍的 但是我为什么要问一下 是不是那个擦的呢 因为我总感觉 对 然后我看上了 那个 对 因为我擦起了 然后我就想 会不会把毛孔拉成平 对 而且其实我们现在皮肤都还挺敏感的 越蹭的话 尤其是皮肤敏感的人 肯定会接受不了 对 对 我就建议大家按压的哦 那我按压的 然后好 第二个换下了 底妆已经结束了 对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就会画眼线 接下来眼线啊 对 我就直接会画眼线 眼线笔呢 我今天拿了两款 两款 对 一款呢 是这个 植村秀的 植村秀的防水眼线笔 防水眼线笔 你这样看清吗 嗨 防水眼线笔 然后呢 还有一款 是这个 makeup forever 对 可以讲一下 makeup forever的这个 叫这个 你知道叫什么 就是它是亮亮的 然后 幻彩眼线笔 就是幻彩眼线笔 叫幻彩吗 叫很迷幻的 防水幻彩眼线笔 对 对 对 它是很多颜色 它是很多颜色 它就是那种 女生看了会喜欢的 五彩斑斑的 然后像彩虹一样 然后呢 我买的这个是蓝色的 这蓝色的 就配今天我带的 蓝色的美头 对 很漂亮 就比如说 但你光涂太多 不然成那个蓝色妖际了 上班的不太好 但是如果 就觉得今天 我就想来一个不一样的妆服 然后变这种彩色的眼线 你要点出一下 比如说 是眼尾啊 对 点点就不要画整条 那样就比较夸张 这个你在眨眼的时候 然后有那种 隐约的 若隐若欠的感觉 特别美 然后呢 这个 这眼线笔 它的头感觉特别小 对对对 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因为它很好画的 对它很好画的 而且呢 它很好控制形状 对 细的一般都还比较好上画 对 而且我觉得裸妆 很多种画法 有的画眼线的时候 会把它拉出来 拉长一点细细 像你今天画的 就我有点拉长 想眼就显得长一点 对 但其实我更喜欢那种 就是自然的眼角 就是在眼睛 就是在眼睛 没有到眼角的位置的时候 然后拉出去 就是提前把它拉上去 那一颗眼睛 显得你的眼睛 会更投花眼睛 就是有点向上的感觉 对 不是设计着自然的弧度 有点下着 而且向上显得比较精神 是发比的感觉 笑眼 对对对 那种感觉 然后呢 轻轻点点这种蓝色 但今天我没有涂 那种蓝色就是你上班的时候 会带眼睛 对对 就是它换在手上的感觉 就能感觉出了 它这个很细腻 对很细腻 然后很流畅 对 而且它很饱满的 对颜色也很好上色 那它脱妆呢 会不会脱妆就19度怎么样 因为眼线比大家都很担心 会不会脱 对 其实它还挺好的 因为我是从今天早上涂的嘛 今天我用的是它 那我现在眼睛应该没有晕的 我下面是拖的眼影 对 其实它一个眼线比没有晕的 所以这个还蛮好用的 它应该就是直显性的防水眼睛 防水黑色的眼线 但是提醒大家 防水的东西都不防油 对 其实还是会有一层的 对 所以你的那个油的 眼部的那个油 现在要就是注意它如果干 如果你发现有油了 对 那个干粉 轻轻拍一拍 不然的话它还会晕的 但是因为我试在手上 我圆了图 图完之后 眼线比你等它几秒钟 它干了之后 然后你可以稍微拿手 轻轻的蹭一下 然后如果要是好一点的 它应该就不会很晕 然后这款我觉得就是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 我其实已经用手轻轻的蹭了 但它其实没有晕的效果 哎呦 这款还可以这么测试的 可以这样测试的 就其实还不错 这样子 对 可以蹭一下 对 还真的 对 对 我会带着它去游泳的 可以游泳的 那都出来之后 一点都不会晕吗 嗯 可能会有点 但几乎看不到 就像那种感觉像哭了似的 对对对 非常好用的 那我觉得大家 大家如果要是去海边玩 那这款不错是吧 对 直启旧的防守一下你 对 然后接下来呢 除以身体的副奏 那个佳鞋毛了 要眼妆 反正都一眼妆 就是换眼妆了对吧 对 然后呢 有的人顺序是先涂眼影 对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我很少涂眼影 所以我就直接换眼睛 然后呢 就睫毛夹 睫毛夹 这是一种普通的就可以了 看这个 这个感觉角度还挺特别 这是有牌子的吗 这个就是屈臣式的 屈臣式买了 屈臣式的这个 对其实还蛮好用的 大众品牌 对 那它怎么样角度的 因为睫毛夹其实很看角度的 对 它挺好用的 它可以把你两边的 试一下 它可以把你两边的都夹到 对 它就是很长的 对 而且它那个红色不会夹到你 就有的时候你全部夹到眼睛的话呢 它会你上眼睛这边 就中间这个部分 会夹到那个肉 但是它夹到了 因为它这个角度特别平 对 它不是特别凹进去的感觉 所以应该还可能不太用夹肉 我觉得也算神奇 它算是大众品牌里的明星品牌 对 感觉角度还蛮好的 然后感觉应该加的应该很白菜 嗯 很实用的 很实用的 没看到我已经忘了它多少钱 所以大家其实要一起买的话 因为睫毛夹其实用久了 它这个黑色的部位 它就会需要换 其实睫毛夹的寿命也还蛮短的 用久之后它这边会卡 如果你不换的话 它会夹到睫毛 然后睫毛会线到里面 然后就会掉睫毛 所以说大家如果经常换的话 就可以买一个比较便宜一点的 或者换里面就可以 对 换这个也可以 应该蛮好用的 然后接下来 还有一个 这是我今年发现的 新 这叫什么呢 叫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 你好做秘密武器啊 因为裸妆就很难突出自己的五官 然后你要想让你的裸妆也看着 就是那种不经意的心机代表 哇 就是很多神器 就要靠神器了 对 这个呢是 旅游的时候在这边买的 兰蔻的 兰蔻的 防水纤长 睫毛钢 又是防水 我感觉你是对那种 防水的眼妆 比较喜欢 因为我 就是如果不涂这个粉底 什么的话 我每天出门会涂防晒霜 对一定要涂防晒霜 但防晒呢 它油很大 所以它 所有的妆在它上面都容易晕掉 所以我就会选着防水的 对对对 然后呢这一款叫什么 就是这样子的 看一看 绝对是你 反正就是新款是吧 是新款吗 应该是新款吧 然后那个女孩 它是 对 对 防水的 然后它是纤长的 防晒霜 对 我推荐女孩们用那个 纤长的就好 因为太浓密的 感觉不精神 然后我觉得就是纤长的 然后可以让你的睫毛 一根一根看清楚 然后长长的 然后扎起来的时候 因为我感觉你的睫毛就展起来蛮灵动的 然后我这个 对 其实我今天就是只是涂了一层 睫毛膏而已 如果你再涂的话呢 还会更长 也会有再浓密的效果 对对 它这个很长 就它现在叫我其实挺优秀的 特别好 而且它这个头呢是这样 对 刷头很特别 它这个刷头很细 对 它这个刷头可以这么实 它就前面会粘上一个膏嘛 然后你先涂涂涂涂 然后呢 用中间的部分 再轻轻的就是大 简单粗略的扫一遍 扫一遍 扫一遍之后呢 后面这个 它后面这个就 宽的部位 对 宽的部位 然后你再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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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一点刷 然后你的睫毛就会特别翘 而且它还会翘 哦还会翘 对 它就是设计的很不错 因为睫毛夹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夹的就是不度过去染嘛 嗯 但是它就会用力胸 哦那不错 而且我觉得它那个尖头的设计 其实大家涂眼头跟眼尾的时候 有时候 换着睫毛膏就不太好涂 对很好吃 然后它尖头的话 就可以让你很好的涂一下眼头眼尾 然后也不用沾到眼皮上 然后下眼皮上啊 都很尴尬 我觉得你下睫毛蛮长的 蛤 你是用了什么神器 我也用了神器 因为我的一款睫毛膏 它也是鲜长的 我觉得这是大家可能都比较喜欢选择的美宝莲的牌子 因为它也比较便宜 就不像蓝口那么贵 但是其实效果也还蛮好的 其实效果都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配合不同的你今天的妆容 都感觉它也不一样 因为我其实觉得睫毛膏也是 就很很很需要那个换的很亲 因为我是每天在睫毛上刷很多睫毛膏 我就很废 然后它也干的很快 所以说我有的时候 其实更愿选择像美宝莲这样比较 美宝莲的那个睫毛膏啊 那个界比都很好的 对对对 它加的眼妆其实还真的蛮不错的 然后价格什么的都还性价比挺高的 好就是睫毛膏 然后接下来呢 我会先讲一下这个眼妆 其实就差眼眼影了 其实我一般是不涂眼影的 因为我觉得就现在这么多好的化妆器 它可以把你的眼睛打造了 已经修饰得很漂亮 已经很精神了 上班了 然后呢 如果说觉得还要再亮一点 然后再提亮一点 再精神一点 可以涂一点点眼影 嗯 然后我今天选呢 这个是蓝扣的五色眼影 也是蓝扣的五色眼影 算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五色眼影盘 对 然后是粉色调的 对 因为之前我前两期找的女孩 就是美妆男人呢 她们就是比较倾向于就是大地色性 对 但是这款其实她就好像显粉色的 对 因为她为什么要她呢 因为她这个粉不是那种嫩粉 对 不像这个 不像这个J store的一样 作别少女 她这个其实是蛮 怎么说呢 我觉得蛮柔和的 柔和的 这是很气质的粉 其实挺适合这场女生的 对 她这个粉的就是那种 有点肉粉 然后有点淡粉 然后有点那种 黑 灰黑的粉 这种感 对 她就主要是分了 诶这是 这四色 哦五色眼影盘的 因为底下它有一个黑色的 有一条条是黑色的 然后上面基本上就是那种亮白色 然后中间三块就是粉色调 加了一块大地色 其实这款我感觉也蛮实用的 对 它有一个棕色啊 然后其实你想画那一颗妆容 也可以很好的就画出来 而且我跟你讲 这里 它有两个 对 这个颜色就是四深色的这个 它可以涂到你的这个 就你想把你的眼线加宽的光 对吧 你可以涂到你的眼线上的那个部分 因为你要涂黑系的眼线很酷 那太夸张了 上班 上班其实眼妆太浓的话 可能会让人感觉 在干嘛 怎么这么脏 对 然后这个最深的这个黑色 我就把它当作下眼线 下眼线 对 因为涂下眼线如果用笔 我也觉得太突然了 就说你太不柔和 太不柔和了 看着很凶 所以今天是去药寨的 不然然后我建议 我建议美女们就是用这种 粉质的东西来改造下眼线 下眼线就可以了 那它脱妆怎么样 它持久度怎么样 还好 我觉得还好 我今天涂了一点点 因为今天那个 来来上这个节目 涂了一点点 但是其实 我现在看的话还是比较自然的 对 而且 比较自然还不错 也不错 好自恋 我原来是买推荐这个的 因为它价格也还OK 然后呢 颜色呢 就是比较搭配 我觉得过度的都很自然 还有它这里面的一些 它其实这些粉的眼影也很多作用了 就不说它这个 这种浅粉色 我就把它就涂完底下那个眼线以后 涂完底下那个眼线以后 涂完底下那个眼线以后 涂了一个东西 涂了一个东西 涂了一个粉色会不会骂我 涂了眼线涂完了之后 然后涂在这边 然后我就涂一个浅色的粉色的 对 我们的模特儿看看是 对 轻轻地涂一下 轻轻地涂一下 那它效果是什么呢 效果会让你眼底 就会有一点亮亮的感觉 感觉你有卧槽 但是卧槽又不是太隐显 这比较柔和的 然后体量下眼部 然后这样卧槽会比较可爱跟精神 对吧 嗯 你就是精神 好了眼妆结束了 那接下来你该画什么 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我的重头戏 就是唇妆 唇妆 对 我先讲 我先讲一下 我对口红的钟爱 这个口红 我觉得人如果 我说女生如果今天什么都没有戴 但一定要戴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眉笔 第二个就是口红 因为没有眉毛 那肯定就是整个人就很精神 眉毛就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如果你有眉毛 但是嘴唇上的颜色很暗淡 也一样很不精神 但是眼睛其实不用怎么太画 对 其实眼睛的话 就简单的强调一下 或者用底妆 其实有时候 你不想特别弄的妆的话 其实就OK了 对对对 然后呢 我们先讲今天我画的这个吧 嗯 今天我用的是这个 今天我用的是这个 今天我用的是Makeup Forever的 不上做梦的 对 就它的这个颜色很正 嗯 对 很红吧 很亮很薄的橘色 也不是黄 就是很橘色 就很正 就薄膚度很高 有点像传说中的范冰冰色 对 就是看冰冰喜欢冰冰喜欢 冰冰喜欢涂那种 複色的唇 对挺漂亮的 这个但是我给你讲 它的颜色 因为它的保护度太高了 那它怎么涂 才能让你感觉 上班的时候 不是一个 不是自己表演 对 那怎么办呢 就是你先涂一点点唇膏 这个唇膏 这个唇膏打一下 没有了 但是那个唇膏 不用涂太多 这个唇膏就涂到 你觉得 稍微有一点 就开就可以了 嗯 首先涂涂一下唇膏 对 千万不要涂太浓 因为那个唇膏 会让你口纹的颜色 对 而且它不太好贴 贴住那个唇膏 对 不太贴 然后呢 它这个颜色我怎么用呢 因为这个颜色太漂亮了 那它用的办法就是这样 就是 我拿它当作唇线来画 哦 就只画外边缘 只画外边缘 但是你不能留一个框框 很奇怪 对吧 所以呢 你就中间涂一点点唇膏 嗯 然后呢 暈暈 暈暈一下 你这有点是 就是现在 之前比较流行的 咬唇妆它反过来 哈哈哈 它是涂在中间 对 咬唇妆妆是涂在最里面 然后是往外晕 然后它这个涂法是涂在最外面 然后唇边 然后再向中间晕 正好是咬唇妆它反过来 但是我觉得妆效也非常漂亮 非常适合 非常适合这种 比较浓一些的唇膏 不太适合涂 涂满整个唇部的那些颜色 而且有一个好处在哪呢 因为 其实我们平常涂唇膏 是不会画唇线的 对 我们亚洲人 中国人不太会画唇线 对 对 那样子很怪 对 但其实画唇线 其实就是欧美人愿意 对 欧美人都是很爆满的唇疗唇线 然后画唇线会很有力竭感 对 确实 所以呢 它呢 它这种唇膏的作用就是 首先它要是干的那种 它光太润 它属于是雅光的唇膏 雅光的唇膏 是专业的解释 我说就是干的 对 现在有个专业的解释叫 雅光唇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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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光唇膏就是这样涂到边上 然后呢 用你的这个刚才涂到这个唇膏 这么轻易移 就是它有时候其实有点可以代替唇膏的感觉 唇膏 所以这种感觉就 唇膏之间 然后就感觉嘴是秃的 就不用玻尿酸 也可以有唇膏 唇膏 那这款就是这样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唇膏膏 接下来呢 还有 刚才没有讲坏眉毛了 我们待会最后说吧 我们最后说眉毛 我们先一指嘴 一指嘴 经典的神奈尔42号 神奈尔42号 它是一个粉色对吧 对 你看就平时没少用 对 我最近就是 我用它 我用它 它现在其实很流行这种眉粉色 特别显白 对吧 这个我觉得呢 这个我觉得就是 嗯 夏天的时候 也很漂亮 也不能 因为ESD都OK 都OK 它就是蛮百搭的颜色 对 这款颜色真的很臭 衬呀 就是人的肤色 觉得很白 也算是神奈尔有的明星产品 对 这个还蛮不错的 这个也是 42号 对神奈尔42号 然后呢 还有这个 这是什么牌子啊 这好像没有怎么见过 它也是一样的 但颜色是一个浅粉 一个比较深一点的粉 对吧 美粉色 这个呢 从出来会有特别惊艳香 这是一个纯彩 纯彩 它是纯彩 对 它呢 哇 它的笔条好特别耶 它这个小小小刹头 哦 好小的刹头 门起来的蛮香的 这个好像是果香的 对 水果的味道 然后它呢 我一般会在就是 我一看就是天气阳光明明的时候 尤其夏天的时候 纯彩就是涂完之后 嘴会亮亮的 显得非常的精神 而且它这款产品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就是 里边呢 会有特别特别细的这个 小珠光 对 它有一种细细的珠光的纯彩 对 然后它这个珠光呢 涂完之后 不会让你觉得特别乍眼 它是很细 如果没有那种流光溢彩 自然的反光 然后很亮 然后呢 它这款产品就是 它写的嘛 是3D效果 3D的 你涂完之后真的会有3D效果 这个应该叫做 妙妙 妙巴黎 对 是法国的一个非常平价的盘子 然后其实在那个某宝上也有 还有那个情节店 对 然后这个就是在 香港啊 什么 澳门啊 那边很多种颜色 都能采得到 那你这个是在那边买的吗 是在那边买的吗 对 它是一盒有三支 你买了有三支 我买了两盒 两支 对 就这么颜色渐渐过来 哇 果然是口红控 对 而且是这样的 因为它有些颜色 就是比如说好像 你感觉就差一点点 嗯 但其实好像你自己玩之后 有些差也有差点 而且每个人的唇色其实不太一样 身体也不一样 然后其实一款唇膏 到每个人的嘴上的话 颜色都会有一点多少不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款唇膏 就是夏天的时候 或是阳光明媚的日子 嗯 你就可以涂上看 哇 你走在外面就是 流光一下 对 特别好看 这个是蛮棒的 然后唇膏还有其他的吗 唇膏今天就没有太多了 然后说该露掉的眉毛 对 没理呢真的 因为我是特别 我太擅长画眉毛 对 因为我眉毛还蛮少的 哈哈 是自己修的吗 还是天生就比较少 就是这里有几个忠告给 各位这个美女 眉毛少的妹子 对 千万不要去刮它 也不要去拔它 也不要去剃它 因为你天然就它不会长的 真的吗 那怎么修门 因为我平时会 就刮边上 不能刮中间的主要的 就刮压 千万不要刮 而且眉峰 我本来以前的眉峰还蛮明显 现在也还有 但是没有以前都明显 就是因为刮过之后 就是因为刮过之后 你上面吗 对 但是一般其实像我的话 各人刮眉毛 我只刮下面 我上面是不 像你说的眉峰 对我是不动的 对 你今天专业也是 所以你就能够早遇到我 早遇到我你就不会没有眉峰 先看一下这个惨的案例 对 最好就是修眉毛的时候 就是从只修下边 然后而且其实不要把眉毛 因为很多美妆师 大家看他们的眉毛 可以画出各种形状 比如说今天想画一个欧眉挑眉 明天想画一个韩国的直眉 都可以画 但他们就会把眉毛修得很干净 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我们 我还要建议大家 不要把眉毛修那么干净 还是让眉毛丰满一点 浓密一点也比较好看 因为浓密的眉毛 其实会显得比较可爱的年轻 对 所以说建议大家 不要过分的修掉自己的眉毛 长不出来就惨了 真的很惨 因为什么 因为化妆师她就真的是会模仿 对 她们每天都要化妆的 所以人家不在乎 所以我们作为麻瓜 就不会那些模仿 就老老实实地 就把她的眉毛修一修 对对对 按照自己的眉型 对对对 按照自己的眉型 不用修得太夸张的 其实现在大家看韩剧的话 因为女明星她们的眉毛 都是很自然的眉型 她们的颜色都很淡 很适合自己的肤色 她们都很淡的眉毛 然后很自然 不会过分的追求眉毛的 什么眉峰啊 或者是很长的眉型啊 就是自然的眉型 那她的心理已经很漂亮了 对对 然后呢 不会画眉毛的妹子 有一个神器就是这个 只分锈的肩膀眉笔 这款真的是太口碑了 是吧 对很口碑的 这款我要在一起 你可以见一次 因为我之前真的是画不好的 就是粗一笔细笔 然后深色的笔 浅色的笔 然后硬度的软度的都不行 画的都很糟糕 然后有些人说 哇那还用眉粉呢 随便破一破 其实眉粉也并不是那么好画的 眉粉其实 眉粉其实用完之后 我觉得还要再用一下眉笔 只用眉粉我觉得不太够 总感觉它就不立体 对对对 直村秀的砍刀眉笔 就是 我就自己削的已经快没有了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好用 它的那个感觉 那个走线 就特别舒服 特别好画 就是砍刀形状呢 就比它底头的更好 这个圆的我真的很难画 砍刀的比较适合那种 就是手残的 砍刀的比较好画 就是圆头的 可能它不太好 找过那个形状 然后你画起来的话 就说不定就画错了 然后就不太好画 然后砍刀呢 我就分了两种画法 第一遍画的时候 就直接用这个扁的 贴到眉毛上 就画在前面的部分 就这样走出一个线 然后走到后面 这样过来 然后呢 你再慢慢的给它平过来 一点点修 你没有画到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砍刀刀 它那个宽度 它那个宽度 正好可以放到那边 它画一出来一个 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现状 我觉得这块眉毛 其实真的还是 推荐那种 就是不太会画美毛的魅力 对 像它就是Paris Paris说的 它可能之前 试图那么多眉毛 都不太合适 它终于又找到这块神器 它的画上帽 每一件都是神器 对 其实这些东西 就够你早上 就十分钟 画一个淡妆 对 而且很快的可以画一个淡妆 很快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呢 最后的妆 就是喷个香香 就可以了 然后 这个库库的香香 对 库库的香香 库库是比较推荐的 因为它是那种甜甜的香味 然后让你感觉 女生化一个淡淡的妆 然后散发 又吸引力 这款香水应该就是 不是小女生 而是小女人的一个香气 对 就是你刚有点点成熟的小女人 小女人的话 我觉得可能 比较適合这款香水 对 对 不是过分成熟 但有一点点小小的成熟 对 我觉得我们好像露掉一个成熟 这个你没有跟大家说 我没有仔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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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款干粉 就Bobbi Brown的这款干粉 它很干 很干 但是它很细 哦真的很细 真的很细 它非常非常细 而且突然就感觉没有了 很轻薄耶 很薄 很轻薄 真的就突然没有了 感觉这突然就不见了 嗯 它呢各种用处 各种用处 你整个妆定完之后 拿它再轻轻铺一面 或者补妆的时候 那补妆就要补妆 还有我刚才说的 就是你干的时候 那其实也算是补妆了 对 你干的时候拿这个妆甜乳 轻轻补一下你干的位置 然后呢 在它快干之前 然后轻轻的铺上去就可以了 嗯 但是如果你今天那个粉底的颜色 跟它是对的 嗯 不过还好在哪呢 它这个颜色是它很薄 很薄 其实它颜色不是那么明显 它不是很重要的 嗯 它会让你整个都能修复一下 而且我觉得 大家的就是底妆产品 无论是粉啊 还是粉底 都还真的是 蛮推荐大家用的 因为还真的是挺口味的 挺好用的 嗯 这个还是不错的 所以 这个叫 这个颜色叫做 Pale Yellow 应该就是 你这比较 一号色应该是比较白的吧 比较白的颜色 后面应该看不清楚吧 一号色 一号色 其实看自己的肤色啊 最好其实选择底妆的时候 无论是粉底 还是说粉底液 最好选的颜色 然后想选择比较适合这个粉底液 对 对 你今天的口红色是 我今天的口红 我今天的口红是一个MAC的 就是非常爆款的秀制色 是那个Challi 哦 我们麻瓜叫铁锈色 哦 铁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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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找你闺蜜送 好吧 那今天我跟Paris 一起把他的花红包的Semi 就带完了 然后大家如果 还喜欢看我们的直播的话 下周记得来收看我的深夜化妆包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跟Paris一起跟大家 拜拜 拜拜